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就显示我为什么是个半层分档了 因为我也不是很分的精品 大分子薄料酸 小分子薄料酸和高纯度薄料酸 总之就是补水的 买了就没错 然后这一款它有一点不一样 它排名第一是神经安全 还有维生素B5半唇 都是比较能镇定皮肤的这一款 它的薄料酸是排在第五位的 它整个的综合性还是不错的 它上面写的是有效抚平细纹 有效大家就不要去忘了 但是帮助一定是有效果的 下面是这两款一美金的3D面膜 也是非常薄的 我们店里有卖到断货 好像只剩这一款了 这一款最大的特别之处是 它的面膜值的剪裁比较特别 然后非常贴合皮肤 而且可以一直敷到脖子的上半部分 等于说脸上的每一个部分都可以照顾到 我觉得还是挺适合皮肤比较干燥的女生使用的 之前好像说过 就是小创意改变大生活有没有 因为中间做了一个褶皱 所以鼻梁高起的部分经常是不会被盖到的 但是在这一款就不存在这个问题 而且它的不是保湿效果 我觉得也挺好的 还有这个也是几美金的 这个是同个牌子的 然后范冰冰同款 但是其实这一片我觉得使用感受不太好 因为它面膜值比较厚 然后它的精华液的话 就是一般平常我敷面膜的话 是18分钟下都会结下 但是这片的话大概在12分钟 这样子的话 就是精华液就已经很干了 所以这个没有刚才这个同款几美金的好用 对 然后是这款春雨面膜 也是这两年非常火的一款 其实我觉得韩国是这样的 就是韩国的彩妆它都比较不明 但是它都是热一段时间热一段时间就过了 所以我觉得像春雨面膜这种能火了很久的 那就一定是功效还是不错的 打开之后是非常香的那种蜂蜜的味道 你能问一下 很甜的蜂蜜的味道 然后之前在面膜榜单的征集上有非常多提名 就是说它味道好闻 然后使用感受也不错 我自己觉得精华液不是很多 但是应该比较够吧 然后面膜纸还挺薄的 应该比较服贴 就是关于这个精华液多少的问题 我觉得真的是个人喜欢 有些精华液很多 每个人都会觉得好划算 但是我觉得这个精华液 就是你要用到脸上才划算 所以我觉得精华这个东西 不在于多少就是够用就好 然后说一下这两款面膜 这一款是美剂的面膜 当时我用它是因为觉得 它有时候因为我是敏感肌 就是每天都可以使用 敏感肌肤 你很多的东西都不会特别的功效明显 因为它不敢用特别强力的药效 但是每天用的话 就是你补水的感觉 你会给自己一个心灵暗示 感觉我每天都在补水 这款就是我说了它是珍珠棉 而且是不含防腐剂 大家都觉得很可爱 你们觉得可爱吗 反正小姑娘用的 对对对 小姑娘用的对吧 这就明显不适合我了 对吧我就觉得 你不是18岁吗 对对 你是18岁的丧脸好不好 这款呢就是 负感也还不错 而且这款挺大的 像我这种小脸子吧 就觉得有点浪费 像我这种大脸就可能刚刚好 然后剩下的两款 来我们看一下 这款呢 口碑很好 但我没用过 如果有你们用过的 我们要客观一点 如果有用过的反正怎么样 可以告诉我们 这个也是 虽然是国货之光 但是我就是喜欢日货 我觉得日本的评价做的还是比较扎实的 然后韩国因为更新特别快 所以产品好像就 而且小品牌特别多 所以就 对对对对 大家都在外壳这样包装上滑行 然后产品本身没有做扎实 所以韩国的彩妆是可以买的 因为反正更新换代快 我们女生嘛对吧 也喜欢新鲜的东西 就是你们可以看一下 如果有几年的东西 大家的口碑都不错 也是可以考虑购买的 然后你们看 就剩下片装面膜测完了之后 这些所有的面膜都是我自己的 然后从来没有用完过 然后我移出了一个女的特点 像这个金蓝动膜 这是我的第三罐 因为我的第二罐刚刚用完 然后这个也火了好多年了吧 感觉很适合 就是黑头比较多的女生 好像敷完之后 然后稍微刮下那黑头 就会去掉了 然后她好像也比较温和吧 就比较适合那种敏感肌使用 伤害是比较小的 这个唯一一个缺点就是 在联合戴的时间太长用了 这款是这样 受药率的这款面膜 非常适合像我这样的干净皮肤的人 然后能够有效的清洁 比德罗夫的这款清洁面膜 我买的是老板出售新版改进过了 老板的清洁力也不错是白米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的已经干掉了 因为我是敏感性的皮肤 对于我来讲有一点刺激 所以我就没有用 用了一点点 后面就没有再用了 我觉得它有一点熏眼睛 大家注意 这个没有真假的区别 正品也熏眼睛 比德罗夫早期我非常喜欢的 他们家产品性价比很高 就是不是特别贵 但是成分用的又很足 什么龙血精华 什么什么A纯这些 我也买了一堆囤的 菲洛加十全大股面膜 十全大股面膜是这样的 网上评价很高 我也买过菲洛加的面霜 菲洛加的面霜 我建议只买给妈妈 因为我一个干皮在冬天的时候 都会觉得有一点油 然后它的这个十全大股面膜呢 口味是很好 但是我有一个朋友买了之后 也是觉得太油了 所以它就用来敷脖子 这个我拆一下 大家可以看一下 来给大家看一下 菲洛加的是这样的 还蛮好 这款面膜大家就是一定要 顾顾顾所有的东西 都一定要自己试的 就是有的人觉得特别好的 也不一定适合 都有的人 来我们看这个 福蕾丝 当时是我朋友强烈给我推荐 玫瑰面膜 玫瑰补水面膜 客观的来说实际上还不错 你们能看到玫瑰花瓣 然后这个黑茶面膜也是 就是人人都说有神奇的效果 我完全没有感受出来 如果不是抽着它的价格 我应该早就放弃了 就是这样 个人评价一般 然后这个黏土面膜 其实我觉得这款黏土面膜 评价好用 就是有点麻烦 在这边我跟大家说一个技巧 就是这种泥状的面膜 你们平常会不会觉得像泥状的面膜 卸的时候很麻烦 就一般都会用洗脸镜 就是帮着卸这样 然后我给大家说一下 像这种你们看一下 它其实是有孔的这种 其实它的纸巾我们有试过 就是跟一些比较知名的洗脸镜有试过 其实纸巾本身很柔软 但是因为有孔状的原因 所以你摸起来感觉会有凹凸的 用这种洗脸镜来卸泥状的面膜 非常非常的好卸 我用这款的时候 我洗脸大概要十遍才行 但是你用这个卸两张 就能完全的卸掉了 而且其实作为平常的洗脸镜来说 我觉得也是ok的 然后我们来说这款风毒面膜 强烈推荐 我们先看一下这款风毒面膜 它是可以当睡眠面膜使用的 我第一次用的时候 醒过来感觉非常惊艳 就是有一瞬间感觉 皮肤的毛孔都没有了 但是你第二次第三次使用的时候 可能没有那么惊艳了 但是你皮肤的改变 你坚持用下来 你皮肤的改变还是比较明显的 所以这款我非常推荐 每年我都会推荐 因为我夏天的时候很少用 然后冬天的时候 我基本上都会买两三罐来用 越贵越好 我的很多不知道跟你们一样不一样 就是我不建议薄涂了 反正你涂的稍微厚一点点是没错的 这两款希腊的面膜 一款是风胶 一款是星辰花 这款面膜的口碑其实还不错 然后星辰花的是抗氧化的 风胶的是消炎的 我觉得消炎的效果还是不错 因为抗氧化的不是一时半会儿能看出来的 但是口碑还不错 是属于你可以买来用的面膜 最后这款是我个人目前为止 在我经济能力能消费得起的情况下 最爱的一个品牌POLA POLA的产品对于干皮来讲 尤其是熟灵干皮来讲 简直就是一个大福音 就是绝对不会让你失望 绝对不会采雷 对我个人来讲 这款呢它是泡沫罩的 一个星期用一次就够了 可以挤刷进去看一下 少几点心疼 然后你敷在脸上的时候呢 然后它会慢慢的化掉 它还有一款日间的乳液也是这样的 然后它会慢慢的被皮肤所吸收 POLA黑色POLA的所有产品线 只推荐干皮 其他什么有捧牛皮就不要去尝试了 省得说推荐不好 然后这款是台湾的一个 也是台湾的一个品牌 我觉得台湾有一些品牌做的都很良心评价 然后它这个是双艺人的萃取 然后有红艺人 还有一些乳冰花什么成分 整个来说是一个美白的成分 然后上脸也很舒服 冰冰凉的 像果冻一样吧 仅仅从成分盒使用的肤感来讲 我还是推荐的 而且这款也不是特别贵 这个其实是按摩膏 但是呢 因为我本身 我本身属于那种比较麻烦的皮肤 就是又干又敏感又矫情 不小心一样补充过度呢 它就会冒痘 我是跟黄金棒配合用的这种按摩膏 我是把它当成面膜用的 一次性按摩的比较久 粉红色的 然后也是有一点像蛇蜊吧 果冻 我自己觉得挺不舒服的 因为你到后面 有点黏糊糊的 对你按摩按摩到后面 它会有一点胶状的感觉出来 就是因为你根据你皮肤的不同要求 你可以去选择 我觉得女生都是牵手无功 应该每个你都会成很多 然后有两款面膜 还要说一下就是POLA 还有一款温感面膜 你在淘宝上去找 它会给你第一套测试仪器来 它取你的皮肤 然后带回工厂 给你做测试 会给你定制一系列的东西 也不是特别贵 反正就是做这个不贵 但是它本身的产品就不贵 还有一款就是 套的那个肉绒面膜 我非常喜欢这两款的原因是 就是第一它们会发热 你会有那种毛孔微微被打开的感觉 第二是只要五分钟 洗完脸就可以了 非常快速 今天测试就这样潦草的结束了 如果你们有什么不满 有什么吐槽 都可以给我们留言 但我们不一定会听 有什么想看的测评 想看的主题 你们想看的草单呢 我们也会看我们的经济实力 给你们测评 没钱 就不要提太贵的 像什么爱马仕包包这种草单 你们想都不要想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内容 最后记得天王八点